这边来看莱布尼茨定理的应用 莱布尼茨定理就是这个绿色框框的地方所表达的一个概念 然后我们现在来证明范利依所说的关系式是对的 好,那我就考虑G这个函数是0到T的积分 积分的内容是一个函数F,F跟桃有关 然后对桃变数做积分 好,那下一步我来维分 G变数拿来维分 G函数拿来维分 好,这个维分的时候 呃 我们会采用莱布尼茨定理的概念去维分 好,然后 莱布尼茨定理告诉我说 我这个积分是要维分的话 第一步是里面拿来维分 里面的积分函数拿来维分 好,然后 第二项的话是 把积分的上限带到F里面来 然后再把积分的上限拿来维分 好,下一个是把积分的下限带到函数F里面来 基本坦数里面来,下限是0 0带到F里面来 再把0拿来维分 好,然后 然后 我们把这个T对T的维分 找一下 它是1 还有0对T的维分是多少 找一下 它是0 好,然后 然后 因为F是T的函数 跟T无关 所以它的维分会是0 好 现在我们再整理一下 刚刚的讨论会留下一个F第二项而已 F是T的函数这一项而已 好 那我们来做一下Laplace转换 好 我的左半边做拉式转换 左半边的话是 G对T的维分 好 右半边是F F要做拉式转换 好 这个左半边是G对T的维分 右半边是F 好 然后 然后 微分函数的拉式转换 告诉我说 这个是S 乘上G做拉式转换 好 减掉G带0这个位置的函数值 好 会等于右边的F做拉式转换 好 那G是谁呢 G是这个积分式 所以 S 乘上 这个积分式做拉式转换 好 然后减掉 G里面的T要带0 G是T的函数 G是T的函数 T现在是跟上下线有关 上线有关 所以是0到0的积分 然后F of tau 底 tau 好 然后等到右边的话是F做拉式转换 好 然后 因为第二项的上下线是同一个 上下线同一个的时候积分值是0 所以我们最后得到的这个关系式就是S乘上这种积分式的拉式转换 好 它的结果是F做拉式转换 好 积分式里面的F是T的函数 后面这个F是T的函数 好 再把 左半边的S移到右半边去 好 0到T的积分 积分函数是F F跟T有关 好 右半边的话就是S分之一 乘上F做拉式转换 好 我已经证出来了 不得证 好 我们再看一些例题 这个题目是要把刚刚的概念再用一遍 好 刚刚的概念我们再用一遍 我就另 G这个函数 是一个积分的形式 就是0到T的积分 然后SyT的函数 对操作积分 好 然后接着我把G这个函数拿来为分 左边右边都要为分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莱布尼茲定则应用一下 好 莱布尼茲定则应用一下 的时候 这个积分式的微分的第一项是 积分函数要微分 好 它的第二项是 把上限T带进来 好 好 然后上限再拿来对T为分 好 这是加的 然后第三项是减的 减掉 涛带0 再把0 再把0拿来为分 好 这边因为赛涛跟T无关 所以赛涛对T的为分是0 好 然后T对T的为分是1 好 0对T的为分是0 好 所以 这边的三项整理一下变成 0到T的积分 对不起 只有sinT而已 好 这一项不见了 好 只有剩下sinT而已 好 然后我要去做拉式转换 左边做拉式转换 右边做拉式转换 好 左边的话是 G对T的为分 做拉式转换 右边的话是sinT做拉式转换 好 右边的话是sinT做拉式转换 好 然后 这个 为分式的拉式转换 说它是S乘上G做拉式转换 好 减掉 G带0的函数值 好 右边sinT的拉式转换是 S平方 加1分之1 好 然后 我们的 这个 G带0的函数值 还有G做拉式转换 这些我们再把它换一下 好 写在这边 好 我们现在啊 G带0的函数值 是多少呢 好 就变成0到0的积分 SinT DT 因为上下线同一个 所以它积分值是0 好 好 再来就是 我们再把G G是一个积分式 好 G带回来 所以是 S乘上 0到T的积分 然后是sinT D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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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然后 减掉第二项的0 这会等于S平方加1分之1 然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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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把 左半边的S 拿到右边来除 所以这个就变成0到T的积分 SinT DT 好 这个会变成S乘上S平方加1分之1 好 这个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再来看另外一个题目 好 现在我令 G这个函数是 这个积分的函数 就是0到T的积分 然后cosT DT 好 然后 做拉式转换 先微分好了 先不做拉式转换 先微分好了 好 左边微分 右边有微分 先微分好了 好 现在 左右两边同时对替微分 好 那微分 会需要用到莱布尼斯法则 上面这个 绿色底框的 这个 第一项是0到T的积分 然后 cosT 要对T 微分 好 第二项的话是把 cosT 的T 换成T 上限T 再把上限T拿来微分 好 第三项是把下限0带到 cosT 这个T 里面来 再把0拿来微分 好 然后 这个T对T的微分是0 0 0 0对T的微分是0 0 T对T的微分是1 好 然后 cos函数跟T无关 所以它对T的微分也是0 好 所以 我们现在的结果是cosT 好 然后再针对这样的结果做拉式转换 左边做拉式转换 好 右边也做拉式转换 右边是cosT 好 右边的cosT也做拉式转换 好 然后 微分函数的拉式转换 我们要用一下 好 左半边的话就是 S 乘上 G做拉式转换 好 再减掉 G带0的函数值 那cosT 它的拉式转换的结果是 S平方 加1分之S 好 那因为 我们的G函数带0的话 G在这里 第一行 G在这里 好 它就相当于0到0的G分 然后cosT 对T 变数做G分 因为G分的上下线同一个 所以它的G分值是0 好 所以 现在的问题 现在的问题就是 S乘上G函数的拉式转换 G函数是一个G分式 我把这个G分式写到这边来 好 然后右边的话是 S平方加1 S平方加1 分之S 好 那再把左半边的S移到右半边来 所以 我们的答案就是 就是 这种G分式 做拉式转换的话 会变成 S平方加1的导数 这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好 然后我们再多看两个例题 这是倒数第二个例题 好 再令 G 这个函数是 积分的形式 好 性取 好性取 这边的代号是 Tau 然后接着我给它微分 左边微分 右边微分 这个性取函数 它的定义要再强调一下 它跟sin不一样 而且差很多 函数的样子 不一样 然后 它定义写在这边 好 这个 如果是写成性取x的话 它是 二分之一的 子算数的x次方 减掉子算数的负x次方 这个性取函数的定义是这样子 好 然后我现在要去微分它 然后我现在要去微分它 微分的时候 莱布林之法则 这个底框是绿色的这部分 它讲说 第一项是 把积分函数拿来微分 性取t 对t 微分 第二项呢 把这个t换成上限t 性取t 性取t 好 这个要写成性取t 然后t再拿来微分 好 最后一项是性取下限带进来 好 再把下限拿来微分 好 然后 有一些的 微分是什么 讨论一下 这个性取t 跟t 有关 所以它对t微分的子是0 里面没有t 所以对t的微分是0 好 然后t对t的微分是1 0对t的微分是0 好 这个鞋好看一点 好 然后 我们这样的微分之后 只会留下性取t而已 好 再来就是给它做拉式转换 左边做拉式转换 右边做拉式转换 好 左边是 G这个函数微分 做拉式转换 好 那G这个函数微分做拉式转换的话 就是S乘上G做拉式转换 好 减掉G带0的函数值 好 好 那性取函数它的拉式转换 我们学过 也要把它记下来 记下来是S平方减1分之1 好 然后 然后 G带0的函数值是0 看一下 因为 G里面的T带0的话 相当于那个基本的上限要带0 所以变成0到0的基本 好 基本函数是性取t 好 因为基本的上下限同一个 所以它基本值是0 好 所以现在就是S乘上 G是一个基本函数 S乘上基本函数做拉式转换 好 然后 它的第二项是0 不写了 然后最后一项是S平方减1分之1 好 所以 我们的问题 我们的问题算出答案来的 我们的问题是问说 0到T的积分 限取t做积分的话 去做拉式转换 会是什么 好 我们已经算出来了 它就是S乘上S平方减1分之1 好 这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好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最后这个例题也是一样 呃 就令 G这个函数是一个积分的形式 是0到T的积分 然后积分函数是coach tau 里 tau 好 然后 给它微分 左边T 对T微分 右边也对T微分 好 好 然后 莱布林之法则告诉我说 莱布林之法则就是上面这个 底色是绿色的这部分的说明 那叫莱布林之法则 那叫莱布林之法则 莱布林之法则告诉我说 我先微分coach函数 好 好 然后减掉 好 好 这个上限T带到coach函数里面来 好 然后 对上限做微分 好 加的 这个加的 好 然后后面那一项的话是0带到coach函数里面来 好 然后再把0拿来微分 好 好 要注意的一个重点就是coach函数它的定义是什么 如果写成coach x的话 它是1分之1的 1分之1的 1分之1的x次方 加上1分之1的-x次方 好 然后这个T对T的微分是1 0对T的微分当然是0 因为coach函数里面没有T 所以他对T的微分也是0 好 从刚刚的讨论呢 我们再整理成 这个是留下coach T 好 那再来做拉式转换 所以 当我左边做拉式转换 左边是G对T的微分 好 就会对应右边的coach T要做拉式转换 好 然后 微分函数的拉式转换 的那个公式用一下 会变成S乘上G做拉式转换 好 再减掉G带0的函数值 好 然后coach函数的拉式转换 是S平方 加 减的 这个要备好 这个S平方-1分之S 好 然后 其他的部分我们拿到右边来写 好 我们先讨论一下G带0的函数值是多少 好 G是这个积分式 然后那个积分式里面的T带0 所以变成0到0的积分 从0积分到0 它就没有面积啊 如果从那个集合学上来看的话 它就没有这么面积了 所以它面积是0 好 所以现在我们的左半边就是留下 S乘上G函数的拉式转换 而G函数就是0到T的积分 好 然后积分的内容是coach函 底涛 好 然后等号右边的话就是 S平方-1分之S 好 那我们的目的是想要算 这个积分式的拉式转换 所以我把S移到右边来 好 0到T的积分 coach函 底涛 我想知道这个会是多少 好 所以 这个就是S乘上 S可以消掉 我把它消掉好了 好 这个算完之后 就是S平方-1分之1 好 这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以上是莱布尼茨法则的一些应用说明